字幕提供 不對勁的時候要跑出來的 這些失敗案例的話 我為什麼要跑?我會把原因寫在下面 那第三個部分的圖片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判斷 一檔股票它 當天的走勢是屬於強勢 還是屬於弱勢 那這部分的話比較特別就是說 它不僅僅只有對當充有用 它也對波段交易也非常 有用的一個方法 會把它納在裡面 所以就您說剛才提到 除了在當充 可以使用您的方法之外 拉長到波段比較長週期 也是可以來做的 所以說其實大家都可以 來參考 那可能有些 投資朋友他也想 要進入來了解 自己適不適合來做當充的交易 那這樣子 您對這些投資朋友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或者說 他們必須要具備有哪一些特質呢? 當充其實 說實在 當充這條路我覺得 自己這樣走向我覺得 當充這條路真的是蠻辛苦的 但是我認為就是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成功的當充交易者 那你本身一定要 一種態度就是我不怕失敗 不怕失敗 我可能我昨天 我昨天可能績效不好 或者說我昨天有賠錢 但是我今天 電腦重新在打開的時候 一切就是歸零 不管你昨天賺多少錢 不管你昨天賠到多少錢 你今天電腦打開 一切都是重來 所以我認為一個成功的當充交易者 他的最重要的心態就是 他們必須每天要歸零 不管是昨天賺錢或者是賠錢 你必須要養成這種習慣 我今天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對 就是這樣子 而且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必須對你的所有交易 非常充滿信心 我們有很多的 我有遇過一些投資人 他們每天 電腦一開或者是一道股市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會想說 我今天可能會損失多少 或者是賠量多少 這個對一個當充交易者來講 是非常不好的現象 所以 像我在做當充的時候 我一定每天跟我講 今天我就是一定會賺錢 是 我的方法一定是正確的 是 所以每天歸零 我也不會去想說 我昨天賺了多少 或賠了多少 是 那每天重新出發 那久而久之下 你就會養成一個習慣 對 每天對於操作會充滿了很多的希望 嗯嗯 操作起來非常快樂 是 那紀律呢 紀律是不是也很重要 因為有些投資朋友可能 明明知道 就是說 已經想好應該這麼做 沒錯 但是臨場的時候 卻 猶豫了 沒錯 那如果像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做避免 其實這個部分呢 我認為就是 這個是一個習慣啦 其實 市面上有很多的書 或者是有很多的方法 或者是很多的課程 他們教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是都可以使用的 但是問題出在說 為什麼大家學了之後 往往還是會繼續會造成虧損 對 那重點就是說 當一個訊號出現的時候 當一個訊號出現的時候 你要不要跑 要不要走 或者是當一個訊號 沒有出現的時候 你卻反而跑去 下單 是 這種的話 其實我認為說 方法是沒有錯的 錯就是錯在本身的心裡 對 假設我看了這本書之後 那我學到一些方法 對 那當它訊號出來的時候 我就必須去操作 但是那個時候 你會常常聽到 可能會聽到電視 或者看到盤面 覺得目前好像很危險 你反而就不會去下單 對 那你就損失了那一個 那一筆獲利 那有時候就是說 好 假設我今天真的下去 下單了 但是我卻發現說 我期望可以賺更多 我期望可以賺更多 結果 本來有賺的 後來又賠掉了 對 那賠掉之後 你又不願意砍 對不對 不願意砍的話 你就變成說 本來要做當衝的 就變破斷單 所以其實我認為 很多方法很多 但是重點還是在自己的心態 那個心態的話 大家都會說那個就是紀律 其實我認為說 那個應該是說 你對你自己的認知 對 對你自己的認知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 當衝交易者 那我就是認知說 我每天可能要賺個幾千塊 是 我就可以今天工作 就可以結束 但是你可能 對自己認知 認為說 我要做當衝 但是我要賺更多 對 那變成說 我可能 就會常常去凹單 或者是留隔夜場 不管你是做股票 或起貨 就常常會這樣子 對 那其實這個對整個交易來講 是最大的問題 對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 大家都在討論說的是紀律 但是我認為說 那是你對你自己的體認 跟自己的認知 對 你必須要告訴你自己 我今天做的事 當衝 而不是波段 那 我的獲利多少 我自己可以控制 對 但是我不要因為說 我的貪心 對 我的害怕 恐懼會虧損 然後我就不去 按照訊號來做操作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是 那長期下來 其實你就可以養成一些習慣 是 那像我以前的話 我就常常會 把我每天的 交易的成功 對 為什麼成功在哪邊 為什麼交易事辦在哪邊 對 我就把它弄像寫日記 寫下來 那我常常就會 一個禮拜會review一次 會看 告訴我自己說 我哪裡做得對 哪裡做錯 那我就會去把 我做好的地方跟我講 我這筆做得很棒 那建立我的信心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就會把我 造成了 虧損的那些 我去檢討說 我第一項原因是 為什麼 可能我因為盤勢 很危險 所以我很害怕 不敢下單 或者是我太貪心 太貪心 然後又不願意出 後來獲利又被贏回去 類似這樣的話 其實長期下眼的話 你就會養成一個很好的習慣 還有一個很好的心理狀況 是 那也就用這種 每天做交易紀錄的這種方法 來算是了解自己 對 然後避免自己 一些可能會 就是說一些 本來心理上的一些偏誤 是 可是這樣是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因為每天要去檢討自己 檢討自己是比較難 但是 能夠過這一關 那就 前途無量 是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當從 其實您的 操作裡面的一些原則 把它週期放大之後 也可以來做一個 波段或是說 比較長期的一些 長週期的一些操作 那對於 一些 習慣 習慣長波段操作的 投資朋友 這些人來說的話 您建議 您給他們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做波段跟做當沖的交易模式 有點不一樣 對 但是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說 你必須要選對股票 對 那我們當沖 在做當沖交易的時候 都喜歡選擇強勢股 或者是波動比較大的 對 那大部分的這些股票 它往往是當時的主流股 對 那主流股它一定是 是時間走最長 獲利最大的 所以 你看了這本書之後 其實你操作波段的投資人 你也可以透過這本書來找出 哪些 透過這本書所寫的方法 來找出當時的主流股票強勢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 一年十二個月 有很多的時候 像說最近這一兩個月 它每一檔股票不見得 有波段的走勢 那你可能你波段的投資人 你每次買就會每次被黏住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換成一個 比較短期的操作模式 短期的操作模式 可能就是我今天買 然後做個當沖 對 或者是我今天買明天賣 做個隔日沖 那累積小小的獲利 那變成一個大獲利 對 不然的話 像這個時候很多投資人 行情不好的時候 你把錢投進去 那你認為有破斷行情 但是到最後你買一檔 就是掏一檔 買一檔掏一檔 到最後錢都沒有了 所以成交人才會萎 沒人敢玩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換成一個心態 說 我不一定每次進去都要做波段 對 因為行情 格局不大 各國空間也不多 那我就是做一個小波段操作 小波段 那小波段操作可能就是 今天買進 好可能就明天賣出 賺個5% 或7% 一個漲金半 我就出掉了 對 那透過這本書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來操作 所以當充 它不見得一定是當日充銷 它也可以做一個隔日充銷 但是方法是一樣 這個是比較去短線的 所以相對的話說 波段的投資呢 你在做這種交易模式的時候 你可能資金就稍微放少一點 那你當你遇到一個行情出來的時候 當你用這本書所教你的選股技場 發現說有波段的主流股出現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當充銷模式 轉成為波段的交易模式 然後把資金放大 然後賺更多的錢 是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米可 透過這本海賊操盤法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把他的一些實戰經驗 都寫在這裡面 而且跟大家介紹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操作方法 把整個系統都把它寫好在裡面 那麼不管是短週期的 就是當充、隔日充 或者說比較長期的波段的 投資朋友呢 都可以來做一個參考 那麼今天呢 非常感謝米可 OK 謝謝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POW ME 差人怎麼跟我走